以前讓很多餐廳小企業 因為生理或是收入減少 將企業或是歐洲賣去做貸款 不過有民間團體是發言說 在很多祖林公司利用不透明的組織 讓我們政府令到是愈欠愈多 因為讓政府要這位來臨 對董珊祖林還有企業貸款的政府含正 趕緊通過的政府請理法 讓辛苦人哭過年 在台灣有很多因為 以前受到積極小企業主 用汽車去收入貸款 這些祖林公司沒有提供貸款 政府針對貸款企業所的金額 以及項目 或是從理想跟日本金頂點的手法 看準特殊企業主 在台北所無法使用 社會者貸款成立條例 讓其他款的貸款 跟一個不合理的狀況 可能一個3萬塊的機車借到30萬 20萬的汽車可以借到100萬 那就變成有擔保的債務 那這樣的話有擔保的債務 到底能不能適用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原則上是處理無擔保的債務 可是我們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只限於不是基因者 也就是說五年內平均 他的營業額要低於20萬 營業額不是利潤 營業額如果高於20萬 就不能適用 所以中小企業有可能都高於 一個月的營業額高於20萬 就不能適用 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不能適用 那怎麼辦呢 那理論上應該還有一個法律 叫做債務清理法 那這個債務清理法 司法院有提到立法院來 那麼但是這個法一直是草案 從民國95年到111年 都仍然是草案 那所以他就無法可用 政府我們可以來重新啟動一個 融資公司法的一個討論 那能夠把汽機車融資的行為納入管理 那怎麼來管理這些融資公司 我覺得我們應該來做管理 那我最後要來呼籲 因為林冠又到了 所有的催債行為 拜託拜託 在1月20號到1月29號這10天 讓大家好好過年 不要再催債了 以後有欠標示 幾天發生三年來的政府 使人有相關所困窮做到貸款 但是對小型商店 郭林冠作者來說 這些欠債壓是不夠 政府應該思考如何 武功民眾含著債務困境 應該要他這件來幫助 已經含著新興臺債務含正的民眾 還要國家的力量 讓債務人中心 以上是月封台北 蔡宏伯樂